大家好,今天我們會看看化學科的考試技巧 化學科經常被人評論為要記很多東西 因為始終要記的公司實在太多了 但又有人說化學科是一科很有趣的科目 但考試來到的話,我們應該怎樣應對呢?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湯晶麗老師來和我們討論化學科的認識技巧 在我個人的見解來說,化學科的題目的出發 只有一小部分是記憶得到的 如果在這方面作為補底分析的話 最佳的做法一定是做回以前的會考卷 因為現在會考的課程和會考的課程 基本上是包容了以前會考的課程 所以以前的會考卷 是現在的Section 1到第8部分 基本上全部都在裡面包不住 做下的卷,你看到會有翻炒 應該是做回10個卷 記下一些答案 理解清楚一點,一定會對大力有幫助 但DSE一定是深過這個會考一大決的 因為化學科出卷的人 他們經常的想法是要學生不只死記 應該會是學到之後應用出來 所以應用的部分 有時要靠臨場的基礎 和臨場職場的發揮 坐在那裡想不想得到 所以其中一件事我會覺得比較重要的 就是那天早上考試前幾天吃早餐 因為PAPER1考兩個半小時 如果是餓著考考的話 其實是對想而不講的 一定是有些原因 你說純粹講話考試來說 就是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都是 有些事情是要去想 即是即場想 這些事情很多時候會在一些書 Test Book 的所謂 Extended Materials 你會找得到 他都不會是完全離開你們的生活 你們的法律 但又反過來 跟外國有多少時間 可以是 除了叫做基本的那些之外 再看其他的課外那些東西 這個當然就看每個人的時間 用得了多少 另外剛才也提到 有些題目要我們即場發揮 其實說即場發揮 我相信我們在之前 都要對化學科 某一些的知識 即場發揮概念 有些的了解 那可不可以舉一些個例子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 即是有些東西是方科學的 就經常都應用回 但同學還是掌握不到 即是最基礎的 就是 Bonding 好像這樣 Ground-Arne Bonding Ground-Arne Structure Strong Covenant Bond 即是這幾個 Strong Covenant Structure Strong Covenant Bond 這些四樣東西 很多同學都沒有發覺 將這些事物去 去Match 進去 題目裡面的情況 即很簡單 將這些東西 用回到所謂Polymer 那裏 例如好像Polyethene 這樣算 不是很多同學都可以應用到 即Polyethene 雖然是一個Polymer 但仍然是一個Polymer 但是同學都沒有發覺 將這些字 或者這些幾個 這些字 或者這些幾個 這些字 可以用回到 題目裡面的環境 實際的情況來講 就是很多時候 它給你那樣東西 你未必是在書面上可以照炒出來的 可能有些訊息 告訴你 它屬於這個情況 但是那些同學 在談論的時候 很多時候 都不是那麼仔細去看 所以就不知道 根本就是壯壯的意思 那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除了剛才所講的這個問題 那還有沒有其他 一些常犯的錯誤呢 其實常犯的錯誤 學生來講 就沒有數那麼多 我們遲些 會有一本 即是生犯了一些 即是生犯上見的錯誤 那些 就作為最後一個 溫習 就給這個 這個 去 臨考之前 看一下 這個DSC的考試 有時候 是比較 誰懂得多 有時候是比較 誰隱犯的錯誤 是少 大家同樣是懂 那樣東西 但寫出來為什麼 這個是一分 你這樣寫是零分 這個有時候 是有一些條件在 那希望 將來前些 派過一份 大家有比較大的幫助 另外呢 就講一下Paper 2 Paper 2 就是關於選修部分 而我們學校就選擇了 Industrial Chemistry 和Materials Chemistry 那麼 這兩個月的一集當中 分別有沒有一些技巧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這三個月的一集中 我們選了一和二 其實二 Materials Chemistry 其實是比較少 我選擇的 但我也是特意選了這一個 那麼 那麼 在考完第一次DX之後 就和一些資深科老師 聊天的時候 他們都發覺原來 通常學校的選擇 就是一三或者一二 那麼 選完三個學校 即Night Camp 那些學校 現在有些都會覺得 重敵重敬 因為原來第三個 Night Camp 經常要學的 難度是高過 Materials Camp 所以有些學校 都可能會轉回 學Materials Camp 因為Materials Camp 相對來說 是多些人要記 而題目的變化 的類型相對來說 是少 Night Camp 的變化量 是多 所以是難嚴重 而第一個部分 那個Industrial Camp 就是絕大部分 我想都會選擇 因為那裡來說 是 有些東西 是講得很清楚 讀那三個 那個Industrial Process 這些東西 就是大家都是 一起去記 一起去分析 去讀 基本上來說 應該 選一同二 我們覺得在現在來說 是一個選擇 來的 另外 就講回整個化學科 除了化學科 可能有一些 硬字式 我們要背 亦都很多時候 要同學 寫一些chemical formula 不知道寫chemical formula 有沒有一些 比較厲害 比較好的策略去寫呢 如果是 Inno-organic compound 以寫formula 來說 經常都比較簡單 就是 你數 這個 它在哪個group 然後 它在哪個group 去寫formula 出來 就會比較簡單 因為我們經常都說 Fiorite 1 2 3 4 這個group 1 2 3 4 5 6 7的話 它的combined power 如果用chemistry 就是 但是如果說 combined power 就是1 2 3 4 接著是 5 6 7 或者是 3 2 1 這樣它作為 兩個element 合起來寫的formula 就會是 比較容易掌握的 如果是 Inno-organic compound 就很簡單 數碼就可以了 比較麻煩的 就是 Organic compound 那些就有些麻煩 寫formula 不是這樣 但是 反過來說 Organic compound 很多時候 題目的認識 都是先要你計算 這個formula出來 然後才慢慢去做下去 這個問題是屬於 別的問題 不是剛才說 寫不寫這個formula 那 來到我們尾聲 有沒有一些 重要學習的感樂 或者提示 可以給同學 如果要說這件事 就實在太長了 所以呢 就是 有幾個point 或者合線都提到的 第一就是 儘量減少錯誤 這個是重要的 減少錯誤 最好的東西 就是寫多些 搞功課 看多些寫什麼 才知道你錯誤什麼 就在DXD來說 跟以前最大不同的地方 就是 沒有半分比 A-level 以前是有半分 半分 DXD就是一分 一分的後果 就是 它的分裡面 例如它有兩個keyword 如果你是寫不出來的話 那你便是零 就不會有半分 在這方面來說 就要掌握到寫一些的term 不要寫漏 舉一個例子 經常提到大家寫的 寫covenant bond 你就是strong covenant bond 你寫眼力 bond 你寫strong 眼力 bond 就不要漏了一個strong字 這個strong字 未必會真的有分 但沒有了的時候 很可能會沒有分 所以好像這些情況來說 大家需要留意一下 這種可能會有什麼課在這方面 是日後 dadoseron的 ember日子 在這方面 就會慢慢說 我想都要再用B的時間 也很時間 才可以有些我這一部分 才可以自己講得清楚 繼續給大家看 iego øy 請看評語 Senate 新採訪 或者這樣才是有分的 那就多謝湯Sir 我們還有其他科目的資訊和提示 可以提供給大家的 請留意榮光幕下面的網址 www.ktcxpress.tv 再一次多謝湯Sir給我們今天的訪問 拜拜